高凌鋒非常紅 那時候我們過年有五場 高凌鋒那時候的票房 我記得非常好 九十八萬一分的收入 把麻將出來玩馬雜 都要馬雜的 馬雜是很快的 忽然有一個人跑來跟我講 熊鳳 您快點 高凌鋒已經輸了八百萬 八百 就是去玩完八百萬就花掉了 現金啊 不是 讀到最後還 又喊的 香菸盒子到十萬 打火機啊 就說他又喊的 本來說一把可以一萬 也許他一把五十萬 到最後 後來到了八百萬 那時候最紅的時候 那有一年過年 檔我們在高雄喜相逢 那時候是王慶禾的那個 他的檔 他包的歌廳 高雄的文人 那時候高凌鋒非常紅 那時候我們過年有五場 高凌鋒那時候的票房 我記得非常好 九十八萬一分的收入 那過年啊 我們前五天 初一到初五 我們每天就上秀沒事 那休息時間呢 那個歌廳老闆 就請我們啊 那一檔的歌星 就到他 好像到他家裡去玩 玩完完 那過年大家就會賭 就拿麻將出來玩馬渣 東阿馬渣 馬渣是很快的 對 後來那時候 大家就怕大家玩得太大 就說那一把最多一萬塊 那時候 二十年前一萬塊 一萬塊 也很大 剛開始一萬 可是你要知道 他們玩完完 我就在旁邊看電視啊 倒在沙方那邊睡 忽然有一個人跑來跟我講 熊豪 您快點 高凌鋒已經輸了八百萬 八百 就是去玩完 八百萬就花掉了 現金啊 沒有 不是 讀到最後 又喊得 香菸盒子到十萬 打火機啊 就說 他們又喊得 本來說一把可以一萬 也許他一把五十萬 到最後 後來到了八百萬 我就跳起來 跳起來我就站在高大哥旁邊 其實他那時候 已經汗如雨下了 你知道 很緊張 那其實那時候 因為我們同一個公司 我也很緊張 後來我就來 把他骰子一拿來 我就幫他指骰子 我跟你講 連贏喔 例如他這一把下五十六十一百 我把他這樣連贏 贏到最後 他只輸十萬 最後 高凌鋒也很上道啦 他輸了十萬 他說好 不玩了 就輸這十萬 走 史萍萍在旁邊 那時候吃紅也吃了不少 那你吃多少 我一毛都沒有 他還吃了兩萬 這樣算上道嗎 你可能還會哀槍啊 八百多萬 被你A回來 對啊 這個A回790萬 真的 跟高大哥講不過意 高大哥真的嚇死了 我看 他真的嚇死 他不止這一次戒過 他衰死了吧 他真的很衰耶 他一直連輸耶 我告訴你們他 他這個是 海玲幫他贏回來 還有一次聽說他九百萬 在台中 他輸九百多萬 一個晚上 也是馬雜嗎 我不知道 那次有沒有贏回來 沒有 沒有 扎扎實實的輸了九百萬 還有天天過年 每天都輸八九百萬 都贏回來 後來好像有喬 有打折了 對 就沒那麼多 其實看人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愛獨 其實藝人愛獨是自己啦 因為愛獨的 真的怪不得別人 愛獨的有就是那 那幾個 對 看 那幾個是誰 演藝圈誰最愛獨 豬哥亮 那個是 就是賭到全國都有獨 對 他是 他不是愛獨 沒有 他是從大家樂開始吧 大家樂啦 其實打麻將打不打 但是最可怕的是 簽大家樂的六號才的時代 豬哥亮大哥 一天曾經 四千萬 一通電話四千萬 那個才嚴重 那是最可怕的 通電話簽四千萬 一通電話四千萬 就輸掉了 他因為他 那如果 那如果這樣就沒有了 沒有 但 我講給你 聽你們聽的特尾 第一尾 對 這個我是聽他們 他們玩起來 第二尾 第一尾是一千號嘛 他就買了五百號 就買一邊就對了 就輸贏了 就四千萬 中了他可能會贏四千萬以上 輸贏就四千萬 這就是他 那個五百號下注下了四千萬 他曾經中過兩億喔 特尾箱打開的都是現金 他是從台北 用布袋裝 台北開車 然後就這樣司機幫他開 就從台北沿途 沿途一直收錢一直收錢 收到南部這樣子 整個後車廂啊 整個那個 那個後車座 全部都是錢 那要一下南部的時候 四個輪子嘛 回來變兩個輪子 還可以找我 還可以找我 還不是他沒有 感受他這個賭金的主頭 也很厲害喔 對 對不對 沒有 他是... 他一路賭好啊 一路賺錢啊 是 他分開了 分開了 他不是同一個人啊 人家不會給他券那麼多 好... 誰受得了 四千萬 那個年代四千萬 要一命喔 可以買大樓 那這樣講起來 如果說當年很多的藝人 如果不賭錢的話 現在都是大富 是 也不見得啦 你講這個我不太同意 我認為演藝人員 如果要講回溯過去演藝界 我如果懂得經營 我現在大概有五十億 懂得經營的話 那個賭是來不及的 不賭也來不及的 你光賺來的錢 他還是基本上還是有限 最多讓你個幾億好不好 三五億啦 就差不多 最多是這樣子啦 不得了啦 但是你要 一兩億喔 大富翁那種幾十億喔 我告訴你 不可能 回溯 我如果以我現在的腦袋瓜 回到以前三十年前 我賺的錢這樣子處理的話 現在大概五十億一定有 小哥最聰明喔 那個費金的厲害 親生利勤 我親眼看到他買房地 他其實買房地 才是他存錢的一個 唯一的方法 還有菲哥也是 他們都是 反正他不會做別的 就是有錢我就買房地產 那我也 所以我常常講一個笑話 胡瓜在買第一棟房子的時候 跟我們巴黎士老闆借了錢 去世貿對面訂一棟房子 那時候他一瓶十二萬訂了 他跟老闆借了 大概二十萬去下併 就訂了 那時候那一棟 那時候 夢仔補兵啊 那時候是夢仔補兵啊 二十年了 夢仔補兵啊 那一棟是六百萬 神經病 他真的 我那時候我手上有七十萬 他還跟老闆借二十萬 我手上有七十萬 我去買一部跑車 跑車 然後人家買 人家去買一棟房子 借老二十萬去買 他那個房子現在至少四千萬 他買那個跑車啊 他買那個跑車啊 前面還可以啊 他腳還踩不到油門啊 還裝上一枝才能踩得到 這樣 就讓他跑車 所以這個藝人啊 其實很多 在 我想現在的藝人 比較有理財觀的 包括小康 你們都有 大概二十年前的藝人 有理財觀念的很少 資訊的不發達啊 在街上啊 有時候藝人的那個 就是指揮表演 他真的什麼都不會 而且你看 像我們以前買房子啊 我們只會 例如說 那個時候七樓的華夏 已經不錯了 我們可能就買 三樓啦 五樓 為什麼不去買一樓呢 就不敢啦 不敢 就沒有那個 還有藝人常常沒有未來 因為害怕沒有未來 不敢做大型的投資 為什麼 就買了 我連天我沒收 我就拿不去 我有一種心態是這樣 我拿不去 我就不敢去買 我們家啊 我現在住的房子 我們家這個隔壁 我買 我有一天他 也不多大概十五六年 我們家隔壁 他要 要賣給我兩百八十萬 我媽說 不行太貴 給他出 出兩百二 殺得太兇 人家沒賣 等到十一年以後 我在給他買的時候 已經一千兩百萬 那個來回的數字 就這樣一個小插曲 我就知道 我們這個腦袋啊 跟商人沒得比啦 我們太笨了啦 真的太笨了 可是這樣話要講回來 其實像我們這一代 為什麼會有一些 會做副業是因為 我們錢沒有像你們那時候 那麼好賺啊 對 現在比較難做 那個工地秀 還有秀場 有一大堆的嘛 那等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們只剩什麼三台跟電影 然後電影還在沒落 那個時候 我們才會去想完蛋 不是 你這樣 你要講這個階段是 你們出來的時候 開始就整個沒落了嘛 對… 所以我們是被你們害的啊 小亮哥真的找到薪酬了啦 我們現在有時候回想一下喔 我們那時候在做秀的時候 真的 那時候賺錢機會 真的是不錯 對不對 比現在好很多喔 如果有賺到錢的話 不要亂賭的話 真的還不錯啦 不管說什麼億啊 我覺得幾千萬是 起碼就是 也許不能致富 但是起碼到現在 你不愁吃不愁穿 對… 我問你嘛 你現在有五千萬現金 有一棟房子 我問你 你還愁什麼 不愁了嘛 對啊 做個安居類的小老百姓 哇 這個出去就已經走路有風了 不用很多